女仆认真地擦拭着女人每一寸柔软的肌肤 女人说你不知道我丈夫有多喜欢闻我身上的味道 她每天就像刺猬一般 这都要感谢你特意调制的草药 此时男主人隔着窗子正在偷窥这一切 沉醉于香气的女主人问这究竟是什么味道 男主人面对女仆的注视却丝毫没有回避 夜里女仆打开楼梯的油灯 看到女主人夫妻俩的合影 这时房间里传来了女主人娇羞的笑声 回到自己的房间女仆脱掉了紧身束腰 欣赏起自己美妙的洞体 女仆的母亲和女主人阿戴尔的母亲同时死于一场火灾 当时阿戴尔的父亲正在医院做实验 当她赶到失一切都已经晚了 幸运的是两个小女孩被邻居用厚厚的地毯盖住而救了一命 两个女孩一同成长一起接受教育 她们情同姐妹 医生对女仆的女儿也像对待自己亲生的一样 女仆精心地照顾着阿戴尔的生活起居一直到她出嫁后 这天女仆和阿戴尔夫妇一起去看新来的马戏团表演 入场前几个贵妇在传言附近的几家教堂内 丢失了很多贵重的物品 最近的骗子和小偷实在过于猖狂 开场后两个贵妇坐在了女仆前面 她们巨大的帽子堵住了女仆的视线 女仆提出和阿戴尔丈夫佩特罗换下座位 丈夫说在这么多人面前换座位不好 阿戴尔继续恳求她 阿戴尔不再言语 谁知女仆直接叫前面的贵妇把帽子摘掉 她说自己女主人已经给她付费买票 希望她也能看到如此精彩的演出 然而她的请求却遭到了贵妇的嘲笑 说阿戴尔宠坏了她的庸人而并不理会她 佩特罗尴尬地起身和女仆换了座位后 和前座的贵妇赔礼道歉说 她们并不是故意打扰到她们的 阿戴尔则尴尬地感谢了丈夫的包容 他们继续观看起精彩的表演 台上表演柔术的小男孩 蜷缩起身体成为一个小球 她柔软的身体被魔术师摆弄 魔术师把男孩放进鸟笼后 拉下布帘竟然变成一个美丽的东方女子 魔术师用神奇的魔力让她漂浮在空中 随着她手指沿着水杯边沿转动 东方女子也在空中跟着旋转 玻璃杯隔空破碎的一刹那 女子也随之从空中坠落 女仆从望远镜中看到刚才表演柔术的 小男孩担心的神情 晚上佩特罗告诉女仆 明天新牧师要来做客 让她准备几样拿手菜 她决定明天去买几条鱼 每晚她都会拿出枕头下的怀表 说晚安后才安心地睡去 这是如同亲生父亲般 把她抚养大的医生送她的礼物 医生离世前告诉女仆 你和阿戴尔就像两棵树干交织在一起的树 你们的生活已经力不可分 你一定要照顾好它 为了遵循医生的遗愿 女仆长久以来一直精心服侍着 如同亲姐姐般的阿戴尔 每天清晨女仆都会来到阿戴尔房间 拿走夜壶 她早已开始忙碌时 夫妻俩还在香甜的美梦中 这时她看到了醒来的佩特罗 把床单给阿戴尔盖好 她原本想拿夜壶的手去收了回去 打算一会再来 她认真地擦洗地板后 又连忙骑车赶到集市上 她来到一个鱼饭面前 老太太叫来她儿子拿几条鱼给女仆 男人英俊的面孔让女仆眩晕 心动的感觉让她不知所措 她一把抓过男人递给她的鱼 却一不留神撞到身后的自行车 而摔倒在地 狼狈的她背剑了一身泥点 男人递给她手帕 她甘大擦了两下就慌乱地离开 回到家里看着盆里的鱼 她又不禁想起刚才的甘大场面 她甚至被鱼嘲笑 女仆说我看你需要用废水烫一下 随后鱼儿被扔进了锅里 十分钟后她捞出鱼 她将鱼子切碎和蘑菇放在一起 又加入了盐 胡椒和欧芹 再将黄油和两个蛋黄 把它们混合在一起 精美的食材在女仆的翻炒下 散发出美妙绝伦的味道 小心翼翼地剔除鱼骨后 再将炒好的食物塞进于肚子里 细心地缝好后和柠檬与蘑菇等 一起放入烤炉中 这时阿戴尔走进厨房埋怨女仆 为什么没有拿走夜壶 她现在还要穿衣服做头发 女仆只能又跑去卧室端出夜壶 谁知却听到阿戴尔在屋内说 她早该听丈夫的话再雇一个女仆 女仆一不留神摔倒 手里的夜壶也飞了出去 阿戴尔听到声响 联盟焦急地过来看她有无大碍 女仆换了干净衣服 然而头发上依然还有浓浓的味道 然而她顾不了那么多 她伺候阿戴尔穿上精美的蓝色长裙 特意在她盘好的长发上插上漂亮的发簪 阿戴尔说 据传心牧师的妻子有癫痫 她真是个可怜的女人 为了掩盖女仆身上的味道 阿戴尔给她喷上了自己昂贵的 摩洛哥茉莉花味道的香水 然而新牧师约瑟夫的道来 彻底让女仆和阿戴尔惊呆 她竟然是父亲之前的学生 女仆当时非常喜欢她 她似乎也对女仆有着丝丝爱意 然而却因为两人都过于年轻 而错失了缘分 同样约瑟夫也很吃惊 她以为女仆早就离开了医生家 她不停夸赞女仆的忠诚 其间他们一边聊天 一边品尝着女仆准备好的丰盛美食 女仆端上了精心准备的烤鱼 奥佩罗说最近教堂里贵重物品被盗的事 有人传言是马戏团的人做的 女仆特意给佩特罗加些鱼肉 但对方却面露不略说我不吃鱼 女仆解释已经把所有鱼词都取出来了 然而她依然拒绝 女仆生气地推开窗子 将烤鱼倒出去 三条烤鱼飞过了斯塔尼斯拉夫城市的上空 经过了教堂 村庄落入了湖水之中畅游 晚上女仆听到了阿戴尔夫妻两激烈的争吵 佩特罗坚持要赶她走 这么多年虽然女仆毫无私心地照顾他们 然而她却并未得到过工钱 她一直当感恩医生对她的抚育之恩而默默付出 可如今两人却对自己恩将仇报 这时传来一阵低沉的敲门声 谁知马上就要揭开一段多年的秘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